目前最新剪掉已经把陈晓明带回莫园立刻连线 叶盈盈告诉大家 盈盈请说 好 主播日月民工的负责人呢 省影了八天之后 这个陈晓明呢 终于是在下午的时候倒暗说明 那么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况呢 这个彰化线剪警呢 其实哦在台中还有这个中达呢 在台中跟彰化呢都有部线 那么陈晓明呢 其实就在台中哦 来来回回哦 那么那今天呢 会被拘挺的是陈晓明到台中找朋友的时候被拘挺 那么原本呢 他是在中达里面 不过呢今天呢就在刚刚的时候呢 中达人员是把他带到了墨园 那可以看到呢 这个陈晓明是穿着一身黑色大衣 戴着口罩还有白色的围巾哦 那么他们到墨园之后呢 随即就直接前往这个墨园的这一整排的房子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方向呢 其实呢这个就是呢 当时詹姓高中生被囚禁虐打的一个地方哦 那么把陈晓明带到这个地方呢 无非呢就是要再度的讯问 并且可能也模拟当时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呢据说这个陈晓明呢 已经哦 这陈晓明呢已经哦 要快要出来 那么中达人民也随即呢 将会把他带往地检署来进行布讯 以上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况 举播 好陈晓明呢 现在被带到墨园 稍后以后完整追踪